首歌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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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我們的洋蔥皮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放進普通的魚湯袋裏 最主要就是令到它在煮的時候 洋蔥皮不會浮出來 影響我們做操作 放了進去之後 如果想有最漂亮的顏色 會建議會有一定溫度 60度以上去到100度以下都可以的 这个就不是饮食节目 煮的都不是洋葱汤 而是天然的颜料 放入鱼汤袋里面的材料 其实是回收回来的厨余 用水浸过煮出色素 变成天然染料用来做扎染 我们现在所着的三裤 都是一般用化工染料的 它们都是来自石油 或者焦油提炼的副产品 不论它们有重金属的含量 或者各样的毒素 其实对于环境都会有破坏 尤其是当我们流入了水之后 所以你说 我们生活上有什么不同的方法 可以更加环保 我们就选择了 究竟厨余染料 可否作为我们现在化工染料的替代方案 通常我们用于厨余染料的厨余 多数都会是餐厅厨房 所准备的菜头菜味 或者可能有一些受重咬 而无法上到餐碟上的菜 例如我们黄色 就会是有咖喱汁 会有洋葱皮 中药的枝子渣 或者金棧花渣去组成 去到紫色的话 就会例如一些糖水煲的紫薯皮 或者紫椰菜 粉红色的就是可以由牛油果的滑 或者是红菜头的叶鱼皮 有几种不同的制作方法 有一种热处理最简单就是加热去抽取色素就可以了 有一些就需要用到发酵的方式 比如绿色用菠菜叶去做 它是需要再加入到豆渣去帮手发酵 它们收集的厨鱼主要来自食品供应商 超级市场和酒店 每个月处理的厨鱼量超过一吨 这些天然染料除了染布製品来卖 大多都用来开体验工作坊 厨鱼用来造成染料之后 依然会剩下10%到20%的食物残渣 它们就给本地农场做肥料 还自己开了快田 种植传统南染用的原材料 既然大家在验识上都特别喜好蓝色的时候 不如这个蓝色它本身有一些叫蓝草的植物去制作 不如我们尝试一下用我们的厨鱼去做肥料 再重新种植蓝色的植物 我们想建立的就是有一个好像内循环 一个本地的生产链去做 确保一下究竟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可以完全100%在香港 从香港由香港本地去制造去使用呢 其实制蓝的过程 它不需要用到什么特别的电力 所以它更加不会在任何的石油的副产品上 会增加它的碳足跡 变成了它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染料 食物残渣可以化身为优美的色彩 冲咖啡留下的咖啡渣 甚至是嵌树留下的木碎 都可以为本地农业出一分力 这只菇它需要的营养 我们很多时候会用一个碳淡比去形容的 咖啡渣的淡含量就高一点 木碎就主要是碳含量比较高的 而当它们两个混合在一起 就可以拿到一个黄金比例 令菇可以健康地生长 Russell几年前由IT转行做农夫 之所以选择种菇 是因为见到香港垃圾问题严重 而菇在大自然有自然分解者的功能 可以分解有机废料变成有用的食材 于是它由办公室、酒店和餐厅回收咖啡渣 又从环保署的园林木碎回收设施 收木碎回来 用来做种菇的材料 我们以为已经没用的垃圾 其实它还是资源来的 可以教育到公众 其实一些垃圾是不是真的是垃圾来的呢 会不会我们想可能它还有其他的价值 我们未尽用到呢 这些材料我们把它拿回来之后 又会把它做一个混合 和一个轻微的发酵 经过这些步骤之后 我们就再要做一个消毒的过程 确保材料里面是无菌 无虫无污染 然后我们就会将一些选定了菇的品种 一些组织放进材料里面 这样它就可以在里面再蔓延 培植到整个菇包生满菌丝 就要放进来这间菇房 只要温度保持在28度以下 湿度保持在85度以上 等大约一个星期 就可以像这些菇包那样出菇了 这里每个星期的菇产量 大概有50到60公斤 主要在新界卖本地菜的店铺 都会晒干制成干菇 菇粉 外销到市区小店 这里培植的菇种以蠔菇为主 原来都有减碳的考虑 为何要选择种蠔菇这种菇 就是因为它比较适合本地的气候 如果我们种蠔菇那些 其实它们所需要的温度是比较低 就变成必须用空调 去做一个降温才能种得到 而这种菇既然它适合的时间 就不需要空调 只需要用一个很有限的电力 去维持一个湿度和通风就可以了 香港的食物的供应率 其实是长期地 由外地输入的一些食物所垄断 大概有九成八到九成九的食物 都是来自于外地的 当中亦产生很多的碳排放 但是其实在本地有很多的农夫 其实都是实践着一种 有机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而当中它们农业里面 是可以帮助到环境很多的 为了支持本地农业发展 这间酒店最近举办了展览和体验活动 访问了包括Eric和Russell 在内的多位本地农夫 利用相片、影像和声音 呈现他们的故事 旗下部分的食肆和酒吧 更加引入本地农作物作为食材 我觉得艺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去连结大众重新去想象不同的议题 所以这次我们就决定把相片放在 Food Hall 其中一个是我们觉得最接触到公众的地方 他们也可以通过一路吃饭的时候 一路想象这些相片 其实背后我们香港亦都可以进行 一些自给自足的农业的实践 而去为我们养活香港人 欢迎订阅 古英国民主 fe Covid 明我们下期判